活久见儿 在最近播出的一部新剧里 前夫哥和唐晶居然组CP了 忍不住想起那个可怜又可恨的陈俊生 纠结无奈脸 一看见小三就怂得腿软 一看见自己亲儿子和结发妻就狠心隔断 怪不得总是被赵梦良讲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卷包 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 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的 卷包 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 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的 怂拽比例7比3 我要走 有那么重啊 之后爆火的长安十二时辰 不良人张小静出场那是转炸天了 用徐斌的话来说 张小静眼光毒说话直 他说话做事该怎样就怎样 不会脱离带水 不过到最后张小静还是离开了他 一直说要守护的长安 不但辞了圣人赏的三品参将 连奇谈要入宫也没有多挽留一句 只说他日长安若再有危险了 再回来 落寞的有点像个loser 怂拽比例4比6 还有最近热搜都刷屏了 从记录开年大起的人世间 周炳坤就更是个典型普通的底层好人 胆小的不得了 目睹了一次重刑犯处决现场 竟然吓得连好好的工作都丢了 不过却有胆量去给杀人犯的老婆送钱 后来还成为了夫妻 松拽比例6比4 不过可别被剧里老实本分的人射骗了 网友最近发出雷佳音的旧日微博 浓浓的街溜子风 扑面而来 松拽比例2比8 还有参加王牌对王牌 极限挑战 跟郭金飞平嘴互怼就更不用说了 搞笑起来啥也不在乎 松拽比例0比10 距离句外 雷佳音的存在总能让你我找到自己的影子 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毕竟我们也都是老实本分的松拽人 不知道是不是老实人也多了 在相逢时节里 雷佳音饰演的简红尘 又沿袭了这样的人设 跟原权主的CP 被称为中年版罗密欧与朱丽叶 出场好像很牛叉 上市公司企业家王者归来 但是摆在眼前的就是9000万烂账 以及家里家外的一地鸡毛 一脑门子无奈 生活总是麻烦不断 长大后的我们 也发现自己无法做英雄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挫折与遗憾 落魄与无奈 细如人生 换成谁不头大呢